那我們再來時間要往早一點 我要幫你找一些青色的畫面 以前比較早期的SBL 你在台銀跟台啤的時期 剛剛進到球隊的時候 其實要慢慢成為可能被肯定 到之後變成一哥級的球星 一開始有沒有什麼比較辛苦的地方 辛苦一定很辛苦 因為以前對我來說 因為時空背景環境不一樣 我覺得好是好在以前的教練 那學長 他們會一直不斷地去 Push你去給你很多的提醒 然後一直給你機會 對 然後當然我們 也能夠在那個環境下去遇到 譬如說像早期的羅新良 三哥 然後黃春雄 甚至那時候 還有什麼李啟毅 秋啟毅這些前輩 然後就是跟這麼高層級 高水準的學長一起訓練比賽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非常 對 非常進步 快速的一個機會 對啊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使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 去成長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對啊 那當然 因為以前自己的個性其實並不是那麼開放 對 那就是會比較內向 其實有話也不太敢說 對啊 然後就是也是隨著時間 然後跟大家慢慢相處 然後也知道可能自己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就會開始不斷地去向學長 或者教練去請教 對 我知道你們台啟邦感情蠻好 因為以前偶爾會在演出看到你們吃飯 就會有一些合照 那為什麼你們那幾個 前後年感情這麼深厚 我覺得應該要 歸功於他們可能之前的球隊的文化 因為我等於算是中間才加入 對啊 那前面有炎哥、有黑哥 然後球隊又有像 小哈、手鎮、冰箱這種 就是帶氣氛 氣氛組的 對啊 就是 然後又有搞笑的 然後也有嚴肅的 嚴肅的譬如說可能就像許浩城 對 然後像傑哥 傑哥以前乾脆的時候 他也好像也不太說話 對 就是 就是酷酷的 然後他會用表現去說明一切 對 上了球場該嚴肅的時候 大家就會很專注 那下了球場 又有一群瘋子 玩得超開心 對 然後 又有黑哥跟嚴哥這種 前輩、長輩幫忙 就是帶著我們這樣 對啊 所以大家不管是在球場上 或球場下就是 看起來就像一群瘋子一樣 對 嚴哥聽到你講的瘋子 等一下打給你 不會 嚴哥絕對認同 因為以前他也瘋瘋子 對 那你覺得那個時候的冠軍 因為傑哥之後 然後那時候08也參與了 白皮的綠色彩帶那個氛圍 應該還記得吧 會,會記得滿清楚的 對,因為以前 確實球隊就是靠著… 靠著傑哥 以前手正試念他們 對 然後後來中間傑哥離開了 去GPA 然後我們自己又創造了一個冠軍 那確實這個兩個冠軍 比起來的感覺跟氛圍 確實不一樣 因為大家可能以前會講說 以前球隊有淋自己了 然後那傑哥離開了 那確實我們大家也很努力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 互相各自起子做好事的工作 然後一起努力拿下這個冠軍 所以當時那個氛圍 確實會讓我們覺得 特別地感動跟珍惜 應該有的球迷 對你的另外一個印象就是 你算是中華隊的常客 參與了非常多 至少光窮私卑 就零四之後 零四好像還是在小隊 然後之後都是大隊 出席率非常高 中華隊有沒有甚麼回憶 回憶也很多 我們18歲就是從學生球員 跳脫到職業球員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著這些學長在一起 然後就一路到現在 不管是每年的瓊四杯 然後或者是到之後的政選 那其實大家感情就是都非常融腔 因為主要可能年紀也相近 所以不管是在溝通上交流上 就是不會有太大的隔閉 然後大家也都是一直 處於互相學習的狀態 那對我覺得這大概十年左右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重要的經歷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 並不是一個很可能 受到肯定的球員 但是我很努力就是在每一年中 可以跟他們在一起訓練比賽的期間 然後去學習他們的一些東西 然後來變成我自己的武器 我覺得就是在這樣子長時間下來 對我來說就是在我後面的幾年籃球路 能夠就是慢慢可能會變成 讓人家值得去關注的一個球員 我覺得這個階段養分是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問過南模他說 瓊師杯的氣氛真的超棒 那敏哥我想要問你是 跟外隊交手 你覺得是一個跟國內或是CBA連在 不一樣的感覺嗎 那個差別在哪裡 會啊 因為以前只有瓊師杯才能跟外隊 就是國家對國家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我們大家也很興奮 對啊 就是也希望就是透過這樣的賽事 然後看看可能跟你同年級的球員 他是什麼樣子 到底有多強 對 就是可以透過這樣的賽事 然後去再增進自己 所以大家那時候不管是 向心力啊 然後求勝的慾望 渴望 其實很強的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這一批球員 不管是場上或是地下 感情啊 或者等等 都會來得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建立起來我們的一種革命情感 對 你哥 你是到台啤 然後旅外還是回來 你有哪一個階段 比起前面自己之後覺得說 我好像真的變得有突破比較強 然後變成這個可以扛更多事情 有沒有哪個時期點 你覺得自己真的有脆變突破 傑哥決定離開台北去CBA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可以再承擔更多一些責任 雖然那時候我們的隊友其實也很優秀 其實他們的能力也都很優秀 那只是覺得想要自己再主動去承擔一些責任 然後也看看自己到底在那兩三年的時候 跟台啤跟傑哥身上到底學到了多少東西 對 然後第一點是這個 第二點就是去了CBA 對 然後我覺得去CBA之前 就是等於也是把自己 不管是身心靈還是整個技術層面上 就是有做主了一個準備 然後也想去看看 到底到了那邊 自己能夠承受怎麼樣的壓力 然後自己可以挑戰到什麼樣的一個成績 對 我覺得這個兩個階段 確實讓我成長許多